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盛主委一起来告诉我们大家他心目当中的愿景2030 我想建国一百年这一百本身只是一个数字 可是一百年的时候它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能够停下来 反省我们过去然后珍惜我们的现在 而且思考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好的时机 所以我们在规划建国百年相关的这些庆祝活动的时候 我们除了这种一次性的很多民众参与的大型活动之外 其实我们也努力的要规划很多比较静态的 可是让大家可以安静下来比较来深刻思考的 今天我们要特别邀请这一次愿景2030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也就是我们的远见天下文化事业群的发行人 王力行王发行人 那么在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 固然我们觉得很骄傲 但是面对未来 正如刚才圣主委讲的 面对未来 下一个100年到底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 或者我们期待台湾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所以圆见杂志接受文件会的这样的一个委托 我们一起来邀请大家 学者专家一起来讨论 那么正如刚才讲的 我们也经过好多好多次的闭门的会议 大家brainstorming 来想想看我们希望20年后的台湾会是什么样子 从不同的角 不同的面向来寻找 今天我们在座现场有很多的小朋友 他们即将长大成人 变成我们接下来国家未来的中流砥柱 在他们的心目当中 20年后的世界2030到底是什么模样呢 我们要请他们来告诉我们 他们心目当中的愿景2030到底是什么 事实上在国际中 Made in Taiwan是很好的品牌 台湾人的热情和善心 也都是让国际竖起大拇指的 我期待在20年后 我们可以用台湾的软实力 让世界认同 走出台湾自己的一片天 顺利进入联合国等国际性的组织 一起参与世界性的活动 得到应有的尊重 谢谢 谢谢婷静 我们也期待在20年之后 在国际组织当中看到你代表着台湾的身影 大人们听到他们的梦想之后 有没有压力有一点点大呢 今天在座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贵宾 也是我们的大人代表 就是我们的副总统肖万长先生 我很高兴的我们这一面一个构想 今天在各位委员 各位召集人 大家的这种热情的参与之下 我们总算有一个这样的成果 慢慢地要呈现出来 所以我也知道 各位在今天这个正式的论坛之前 已经各个领域各个组 都已经显有非正式的讨论 那么大家的意见 以及今后我们要讨论的很多的意见 都可以作为政府施政的 非常重要的参考 在这里再度地来感谢大家 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讨论 我们凝聚了社会的共识以后 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来为台湾美好的未来 大家来多精一点的力量 也让我们今天在座的小朋友 以及很多小朋友 二十年后他不会怪我们 他会认为我们是铺了更好的路 让他们能够发挥他们的厂出 再次感谢所有的贵宾 谢谢所有的媒体朋友 今天愿请2030的公开论坛 开幕式已经圆满的结束了